一人一虎,海上漂流226天,为了不让自己闻威老虎盘中餐,少年只能成为秉级钓鱼大师,一个小说家缺乏素材,经人介绍他来到派的家,派是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印度人,他来到加拿大的旅程精彩到让人三天吃不下饭。 从小,派的爸爸用泳池的名字为他命名,但这个词的发音和一语小便听起来差不多,因为这件事,派没少被同学们捉弄。 在11岁那年,派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,新学期第一天,每一节课之前他都要做自我介绍,我叫派,数学中无限不循环小数的那个PI,派,请各位同学记住。 到了晚上放学的时候,他默写了整整三大黑板的圆周绿,派一战成名,成了校园传奇,没人叫他小便了。 小说家觉得这个小故事挺有趣,但并不足以成为小说素材,他知道派有一个能让他相信上帝的惊人故事。 派不挤不满,从小时候家里有一座动物园开始说起,他爸爸是个聪明的商人,抓住商机把宾馆改成了动物园,妈妈是植物学家,派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哥哥。 印度有三万三千神明,在母亲的引导下,派最先接触了传统印度教,猴神哈努曼,向神家内食,提示奴士三项神之一,人类都来自他的梦境,一切都太神秘了。 但是,爸爸说宗教就是黑暗,因为他的小儿麻痹的时候,不是神救了他,而是西方现代医学。 派十二岁的时候,无意间遇到天主教,他又一次被上帝吸引,听神父讲了很多基督的故事, 之后派成为基督的信徒。 同一年,真主阿拉也走到派的面前,爸爸看儿子这样很头疼,信三个教,这相当于什么都不信,既然这样还不如理性思考。 派没有把爸爸的话听到心里,他坚信万物有灵,想去认识一下动物园新来的朋友老虎,理查帕克,刚把肉递到老虎的嘴边,爸爸冲过来,阻止了他。 派认为他能从理查帕克的眼睛里看到他的灵魂,爸爸当场器的爆炸。 他让仆人抱来,一只羔羊放出理查帕克,太眼睁睁看着,他的老虎朋友咬断了羔羊的脖子,那一瞬间,所有信仰都崩塌了。 没有宗教的日子对派来说是枯燥无聊的,世界不再有魅力,学校教的知识无聊透顶。 接下来派遇见了初恋阿南蒂,一个位神跳舞的女孩,阿南蒂手笔莲花,献给藏在森林中的爱神。 美好的爱恋让派又一次感受到宗教的魅力,可就在这时,爸爸做出了一个理性的决定,他们要移民了,把动物全都在欧洲卖掉,拿钱在加拿大开启新生活。 还没等派反应过来,他已经坐上了轮船,眼含热泪离开了印度,离开了阿南蒂。 餐厅里,母亲和派都是素食主义者,但是厨师不尊重他们的需求,不吃肉,那就吃白米饭吧。 爸爸和厨师大吵一架,最后一家人都只吃白米饭,一个好心的水手走过来告诉大家,肉汁拌饭不算荤,多少还是尝试一下,派微笑摇头,还是躲在货舱吃香蕉。 而那天晚上,巨大的风浪袭击了游轮,海水漫入客舱,还没等反应过来,派就被送到了救生船上,一只受惊的斑马也跳到船上,巨浪翻滚,海浪推着小船越飘越远,更可怕的是巨浪还送来了理查帕克。 惊涛骇浪中,派看到动物在水下被鲨鱼吃掉,他好不容易爬回救生船,大声呼喊爸爸妈妈哥哥,却只能说对不起。 游门沉默了,灯光消失在海面之下。 一夜过去,天上的乌云还没有散开,派在风浪中苦苦坚持,但他终于清空积水,却发现船上的乘客不止他一个,还有一只猎狗。 这时,红猩猩坐着香蕉飘过来,来到派的方舟上,派大喊求救的时候,猎狗被叫醒。 等到晚上,猎狗撕咬受伤斑马的后腿,派无力阻止,眼睁睁看着斑马被杀。 第二天他在船上,他现补给包里还有一本海上求生手册,他掏出救生符扔给红猩猩,却被猎狗半路打断,红猩猩给了猎狗一巴掌,可紧接着,他被咬死了。 派忍无可忍,拿出匕首想杀死猎狗。 李查派克一口咬死了猎狗,这下好了,派只能装死,逃到漂浮阀上。 他趁着李查派克打盹的时间,找到淡水和压缩饼干,但很快李查派克就醒了,恶狠狠地朝派扑过来,上帝给派送来一只倒霉的小老鼠。 派一扔,他得到逃跑的时间。 第二天,海面风平浪静,甚至一丝波纹都没有,派写下求助纸条放在漂流瓶里,他看了一眼李查派克,决定努力活下去。 将物品整理好,保持忙碌,但是要避免浪费力气,切勿喝海水或者尿液,未免心思空下来,打牌猜谜唱歌,讲故事都是好方法,最重要的是不要绝望。 运船最使人抑制消沉,不但人,老虎也受不了运船。 选择风浪适中的一天,将船身侧对风浪,一边吹尖泪声音的哨子,一边摇晃船身,这样,老虎以后一听到哨子的声音,就会觉得运船。 这种方法在马戏团中行之有效,用这一招派成功地把理查帕克搞运船了,但理查帕克一抛尿,就把派打回原形,什么血氧方法都不管用。 为了让理查帕克不吃自己,派努力地为他准备淡水,准备肥美的大鱼,但有时候总钓不上来,老虎也憋不住下海捞鱼,派刚开始还挺高兴,但是随着理查帕克调转方向,派立马逃上船。 为了不让理查帕克回来,他也把漂浮阀拽了上来,现在只要一斧子下去,派就可以摆脱理查帕克了,但他下不去手,一直纠结到晚上,派还是一边吹着哨子,一边给理查帕克放下梯子,他躲在漂浮阀上,委屈巴巴。 第二天,派抓到一条大鱼,还用锤子砸了他的脑袋,看着原本绚烂的鱼鳞失去颜色,派只能痛哭。 到了晚上,海面下是无数的发光小鱼,派克知道自己是飘在海上,还是飘在天上。 下一秒一只巨大的鲸鱼跃出水面,掀起巨浪,把压碎饼干,全都解了压缩,鲸鱼回归深海,派的淡水和饼干,全都没了,饥饿让人彻底改变,派不得不开始吃混。 而且天降大理,飞鱼群跃出海面,仿佛上帝对派说,吃,赶紧吃,不吃你就完了。 派甚至敢和理查帕克抢大鱼,这一次,理查帕克认输了,派不能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船上拿不及,他必须驯化理查帕克。 削尖了木头,做得好,就给一块鱼。 说到底,比查帕克也是大猫,是有驯化的可能的。 在软硬监尸的对峙中派成功了,他的漂流日子变得有一点点惬意,一只笔,一个本子记忆他无限安慰。 某天,一群海豚经过,远方出现游轮的身影,派立马发出求救信号。 但一直等到太阳下山,游轮都没发现他,黑暗来临之后,绝望吞噬了派,游生之年,派觉得自己不会再等来一艘船了。 他尝试和理查帕克说话,等他看向水中的倒影时,他看到了老虎的脸。 在日记被吹走之后,派掉进海里,乌云中裂出一抹金光,派好像看到了神迹,他在暴雨中呐喊,欢呼真神地出现。 但是理查帕克吓得一动不敢动,眼神中满是惊恐,幸运的是,最终他们熬过了暴风雨。 没用多久,派和理查帕克都瘦得皮包骨头,派觉得,这一切好像真的要结束了。 他准备好,去见爸爸妈妈了,但一睁眼,派发现自己靠岸了。 更奇妙的是,这座小岛上所有植物的根筋都能吃,而且这里有成千上万只湖猛,聚在淡水湖旁边,理查帕克也吃饱了。 可是到了晚上,诡异的一幕发生,狐猛全都跑到树上,理查帕克跑回小船,为什么会这样? 等到午夜,派发现,白天的淡水湖变成了强腐蚀性的酸性湖,里面飘满了动物尸体。 而这座小岛是一个女人的样子,派克捡到一朵莲花,打开花瓣里面是一颗人类牙齿。 派意识到这是一座食人岛,继续留在这里,派认为自己也会被消化掉。 他打包了足够的食物,带上理查帕克,继续旅程。 一段时间之后,派抵达墨西哥海岸,他已经筋疲力尽,站都站不起来了。 理查帕克同样虚弱,他跳下船,都没有回头看一眼,就消失在森林中。 几小时后,派获救。 现在来到故事的最后一部分,船令公司派相关人员找派调查沉传真相, 但谁能相信理查帕克,福岛,这些事情呢? 派只能讲另一个版本的故事,没有斑马,没有红星星,没有猎狗,没有老虎。 一开始,厨师和受伤的水手逃到救生船上,船上还有派和他的妈妈。 大家没坚持几天,凶狠的厨师杀了水手,并且把水手吃得干干净净。 几天后,厨师把手伸向派,妈妈为了阻止厨师,朝他的脸甩了一巴掌。 但是妈妈又被厨师杀掉了,妈妈的尸体被扔下船,派眼睁睁看着鲨鱼群分食了妈妈。 第二天,派趁厨师不注意一刀筒死了他。 最后,经历226天的漂浮,派独自活了下来。 调查人员好像也不相信这个故事,但没有追问下去,作家已经惊呆了,他问派,是不是理查帕克?派反问他,你选择相信哪个故事呢? 作家犹豫了一下,选择理查帕克那个故事,派微微一笑,所以现在你信了上帝。 作家非常感激,他荣幸至极能写下这个精彩的故事。 派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很多人都在讨论这里面的对应关系,猎狗是厨师,斑马是水手,红猩猩是派的母亲,理查帕克代表了兽性的派,正是这种兽性的觉醒,才让他熬过了226天的漂流。 他内心无时无刻的斗争,让自己保持活下去的动力。 有人说,这个故事非常残忍,派登上了那座小岛是母亲,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,进食了母亲的尸体。 但阿丹不认同这个观点,我认为是那个小岛,可能是另一艘小船,上面有一个陌生女人的尸体,这女人也吃过同伴,所以她的胃里才会有牙齿,这样也解释了淡水补充问题。 还有另一种说法,没有厨师,没有水手,猎狗是爸爸,斑马是哥哥,这在我看来是绝不可能的。 太无比尊敬父亲,无比感激父亲,很后悔没能感谢父亲教给自己这么多事情,恰恰是父亲教会派的理性,才让他坚持到最后。 这部经典电影的理解,千人千面,欢迎小伙伴们评论,强烈推荐大家看原片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